已經寫入進去了 如果說我今天又再執行一次的話 理論上你想說 理論上就這樣應該要刪掉才對 可是因為我沒有做刪除 那會造成什麼狀況呢 你可以看到Seqlite Browser裡面 你如果把它切過去這個頁面 再切過來的時候 然後再切到那個Member01的話 你會發現現在資料變成101筆了 也就是你每執行一次 它等於又insell 那這樣會變 重複的資料會很多 所以理論上應該怎麼樣 先做一件事情 先把舊資料 因為理論上有update 比如會員資料有新增 所以這邊的話 假如比較正確的做法應該是 先把舊資料刪掉 舊資料怎麼刪掉 其實有個簡單的方法 有兩個方法可以做到 我有把它放在雲丹白板上面 第49頁這裡 一個是什麼 一個是用delete from 上個禮拜講到 delete from就是把裡面的資料全部砍掉 後面的話就沒有匯合 沒有匯合的話就是全部啦 OK 另外一個方法是什麼 Drop Table Drop Table意思是說 幫我把整個資料表 都Drop掉 因為其實相反的就是create Create Table跟Drop Table 兩個是剛好顛倒的 至於哪個比較好 哪兩個結果都一樣 只是說 如果你要drop的話 你一定要 把它放在create上面 因為你drop掉之後 你再去create 所以 如果你用這個方法的話 刪除資料表這個方法 我可以把這兩行 把它放在哪裡 放在create table上方 也就是你要建立之前 有沒有 你先把它Drop掉 那這個的話 就是先把那個 裡面本來有的 先把它清空 然後再把資料放進去 所以我執行給各位看一下 剛剛 我們執行會膨脹 那現在的話 執行完畢之後 我們再切過來 再切回來 你會發現 裡面的資料永遠都保持50 反正你一run 它就先把它Drop掉 等於是 就沒有那個table了 也就是這個table就消失了 然後我們再去建一個新的table OK 這個是方法一 如果你用方法二的話 你就不能放在這裡 因為你如果用方法二的話 變成你就要在哪裡執行 在下方 就是在什麼 在create table之後 等於是說如果你要用第1個方法的話 變成說這兩行 就要變成在create table之後 然後呢 你才能夠去做清楚 不過比較推薦用所有table 因為相對效率會快很多 因為table是一個 直接Drop掉 但是如果你是delete的話 它是一筆一筆幫你刪掉 所以相對 如果資料量多的時候 相對Drop會快很多 OK 所以跟各位講一下 那這樣的話呢 就比較不會有重複性資料的問題發生了 那接下來的話 就是什麼 我們再把那個資料 已經放進去了 OK 所以接下來就查詢 那查詢的話 上個禮拜講到 其實就是什麼 就是把它改成什麼 改成就是 select所有front 這個member 01 也就是對應到這個 我們剛剛新增這個member01 OK有沒有 那它查出來的話 基本上 因為我們有五個欄位 所以將來的話呢 它會幫我把所有查出來的東西 放在一個物件 叫cursor cursor的話 實際上就是一個 所謂資料表物件 OK 那就把資料放 那我們如果要讀取的話 就是把這個 這個cursor 裡面的所有的raw 每一列呢 通通都把它讀進來 然後我就一列一列 幫我把它print出來 不過這個 之前的範例 只有兩個欄位 所以呢 我們假設 我們有幾個欄位 我們有五個欄位的話 那基本上 這邊就是 可以再怎麼樣呢 把這個地方 一個 然後 這個把它串過來 這個就再一個 就是這邊改成2 然後一樣的方式就是 總共有五個欄位 那我就分別把這五個欄位 給串過來 把它ctr-減 縮小一下 所以這邊的話就是 1234 然後欄位名稱的話呢 當然也是一樣 總共 編號電話 編號電話應該 就是 改成什麼 編號 姓名有沒有 所以這個應該是這樣 然後呢 就把它 先查出來 select所有 from那個table 先把它執行 查詢動作 它會幫我把它放在這個cursor 這個物件裡面 然後呢 但是呢 它查回來沒有欄位名稱 所以怎麼辦呢 我就自己先加一下 然後並且 把結果給print了出來 並且把連線close掉 因為如果 養成好習慣 如果沒有close掉 它會luck住 將來的話 就會產生 這個錯誤 會有那個 你的data base被luck住的那個錯誤訊息 好 那你會發現呢 我現在就是把 這個是 我自己先預先 在這個print了 因為將來是沒有欄位名稱的 這個是自己寫的 然後底下就是我剛剛放在資料庫裡面的資料 就被查出來了 OK 那 接下來的話當然 就有同學說 老師那 查詢其實好像沒有那麼單純 如果我將來 假設我要做一些什麼 關鍵是查詢好了 比如說我想要查什麼呢 查編號的話怎麼查 查姓名怎麼查 比如說我將來希望 查 這個 會員裡面叫什麼名字 可是我只知道 他 姓 姓吳好了 那我怎麼可以把那個 姓吳的所有的會員通通查出來 底下的話各位可以參考那個 雲端白板上面 我這邊其實有放一些就是 查詢的 相關的 比如說要查詢編號的話 你可以在這邊加一個什麼 會 然後 因為欄位 我們 編號那一欄我叫做a 所以a等於多少 等於一個號碼 那比如說我等於1的話 那就把1號查出來 那再來的話 就關鍵字 比如說我今天希望 查姓名好了 姓名如果 他那個關鍵字裡面呢 他有沒有姓王好了 那你怎麼查 很簡單 在這個裡面 記得這個比較特殊 如果你是做那個文字比對的話 記得要like like這個關鍵字 這個其實還蠻重要的 你不用等號 等於的話是完全 完全一樣 才能用等號 可是如果你要部分一樣的話 記得要like 而且 like裡面的話 還要放一個什麼呢 前後還要放這個百分比符號 那這個百分比符號做什麼用呢 其實基本上就是外用資源 不管前面是什麼 不管後面是什麼 所以如果假設 我希望寫一個什麼 寫一個什麼 幫我查一下 所以剛剛這個是查全部 那假如說你要把這個 sigle語法改成有點像是 全文檢索 或者是說像 以色列裡面的篩選功能的話 那其實你可以針對哪一個欄位 我這邊有b欄 b欄是什麼 姓名 like後面的話記得 這個裡面 記得就是先單引號兩個 然後移到中間 再 百分比兩個 再移到中間 比如說我要找什麼 找 有姓林的吧 OK 姓林的好了 OK 林 好 那這樣的話 你會發現 如果我加了會 然後b欄 b欄是姓名 like 特別是 比較可能同學會比較會有問題的 是這樣的一個敘述方法 那 前後兩個單引號指的是裡面 文字 百分比符號是萬用字元 也就不管前面是什麼 不管後面是什麼 反正只要有0這個字的 通通幫我篩出來 有點像那個 Excel裡面的篩選功能 如果你沒有用過篩選 應該知道類似功能 然後幫我把結果給篩出來 執行看看 那各位可以看到 姓林的總共有幾個 一個 兩個 三個 四個 就查出來了 OK 那其他的話當然 如果你想要查什麼 查生日 介於 介於當然是哪個開始 哪個結束 所以你可以試試看 等下也許可以練習一下 生日 我看一下這邊有沒有生日 生日就是 Between Between end OK 你可以哪一個日期到哪個日期 底下網有沒有放 好像沒有放 OK 你們可以 日期查詢 Between 記得喔 會有哪一個欄位 C欄 生日是C欄 那Between 哪一個 哪一個日期 到哪一個日期之間 那他就可以幫我什麼 把這個區間的資料給查出來 所以如果要改成這樣 像這樣子 那我可以 會喔 會喔 比如說我要查 假設我要查一個區間好了 查什麼 查哪一個區間呢 從198 1981好了 比如說1981的全部幫我查出來好了 然後呢 我可以在這邊呢 把這個地方 會有C 這個時候的話 就是 改成什麼呢 Between 所以會有 我這邊改一下 Between C 那特別注意喔 日期的話 一樣把它視為 跟那個文字一樣 前單引號 後單引號 然後後面的話呢 第二個日期就end 然後後面再一個日期 所以 假設我從前面比較 前面的是19的 1981好了 81的 1月1號 斜線1 斜線1 標準的格式 然後再幫我查到哪一個日期呢 把它拉過來一點好了 這個其實比較長一點點 在1981的12月31號 比如這樣 Between end Between 然後1981的12月31 幫我把它全部查出來 所以執行的話 理論上應該就是這個區間 1981的這一年的 這個所有的會員 通通幫我查出來 Between 開頭的時間 結束的時間 OK 執行給各位看一下 理論上這個 1981的所有會員 應該都會列出來 結果怎麼沒出現 1981的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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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先查出來 那所有資料查出來之後的話 再試試看 就是根據那個我放在雲端白板上面 這邊有根據編號、姓名、日期 或者是血型、電話號碼做查詢的話 那怎麼做 試一下,結果就OK 所以這邊的話就用Between End 只要給一個開頭日期 跟一個結束日期 它就會幫我把這個區間的資料 就幫我帶出來 執行的話 那就幫我把1981年的 總共會有四個會員的資料幫我帶出來 那其他當然你也可以怎麼 假設你要查那個血型是那個A型的 比如說Between什麼 這個在這就用等號就可以了 如果是完整的 假設我今天是血型的話是ABCD OK,比如說D藍的話 那你可以等於哪一個字串 OK,哪一個字串 比如說你要等於什麼呢 等於A型的話 幫我把那個 那這個地方其實就可以用等號等於啦 因為其實它就完整的 就是等於A的話 那就幫我把A型的會員全部列出來 A型的話總共就二、四、六、七個人 OK 然後B型的列出來 OK 那血型當然你可以做統計啦 B型好像多一點 二、四、六、八、十個 O型應該會更多啦 那就把那個血型 也許可以按照血型 血型的話直接等號就可以 因為裡面的話就全部只會有一個字或兩個字 OK,完成的訊息的話就等號 那如果你要部分資料的話就like OK 然後這邊的話O好像比較多 其他應該還有AB型 你們可以利用這樣的方式做資料的篩選 A、B型這個 這個會員裡面A、B型的蠻多的 甚至比A型還可以處理更多的B 所以 當然這也是可以做一些統計啦 將來如果說你要做一些類似樞紐分析表的動作 其實 還可以再引用一個叫Pandas的一個模組 Pandas裡面的實際上就有點像是那個 跟樞紐分析表的功能其實還蠻像的 可以做一些統計分析 只是差別就是說 順柳分析是可以拖拉有沒有 藍就拖拉拖拉有沒有就OK了 但Pandas的話不行 你要下你的程式語法 每個地方都要自己打程式 OK,所以哪個地方是在這裡啦 但我發現邏輯上很像 就基本上是類似 所以處理的事情都基本上一樣 只是一個是看得到 一個是看不到 一個是用滑鼠鍵盤操作 一個是用程式操作 差別在這邊啦 OK,所以 這個地方請各位多多練習 查詢部分 再來的話刪除跟修改 也可以把它套進來 上個禮拜講到了 這個刪除跟修改 比如說我想要刪除哪些資料 比如說我想要刪除編號是幾號的 或者是說刪除姓名叫什麼 比如說這個會員他已經離開了 可能至少也可以把它的那個編號查出 按照編號來刪除 應該是最保險的 因為編號理論上是不同步的資料 OK 然後修改 比如說電話號碼修改了 換一個電話碼 那一樣可以把它的那個什麼 編號先查出來 然後把電話號碼做一個修改 OK,所以基本上的話 我們新增跟查詢是最重要的 刪除跟修改 請各位就自行練習一下 將來如果用到的話 其實大概就是這一些 所以歸納起來的話 你會發現前面的那個 上個禮拜那個範本 其實也可以拿來套用 那只是說呢 最會有問題的部分 應該就是新增 因為新增之前只有新增一筆資料 可是以後如果說 你要把大量資料讀取的話 比如說通常是檔案 或者是一個什麼 ERP 或者是外部的一些檔案進來的話 那篩到資料庫 理論上一定還是不可能用人工的方式 你總共有一個 一筆一筆的複製貼上 複製貼上 所以通常會先把它讀到串列 然後配合一個回圈 把資料寫進去 OK 所以請各位先練習試試看 剛剛主要的部分 在雲端白板 查詢部分的話 在雲端白板上面的51頁 這個請各位 就是再多練習一下 尤其是那個關鍵字查詢 這個還蠻好用的 也就是你以後我要做一個什麼呢 做一個查詢系統有沒有 其實用這個方法就OK啦 再加一個介面 它就可以跑啦 OK 所以只要有一個資料 反正就丟到資料庫之後 就可以拿來做查詢了 那查詢 比如說你要查詢到的東西 那你就可以再做後續的報表 做一個統計分析嘛 那結合的話 類似像那個 書納分析表 好 那這個部分的話 請各位 就在自行練習看看 OK 然後底下的話 我們就是在做其他練習吧 那剛剛的話呢 我們做了 第一個 就是 會員資料 那其他的話 當然 如果我們要來做一些練習的話 其他還有哪一些 其實如果 假設你要抓資料的話 其實有個很很好的來源 就是 政府的開放資料 所以你就打一個開放資料 你就打那個開放資料 開放資料有新冠費 對啦 OK 你打關鍵是開放資料 那你會發現呢 第一個連結是政府的開放平台 那政府的開放平台裡面 就會有一堆的 這些相關資料 總共我好像 記得它有個數字 好像是六萬多筆 還是多少 反正 舉凡就是什麼 生育保健 出生收養 等等的一堆 那 裡面的話呢 其實 這個資料呢 全部的資料起 那這個資料的話呢 就是 視為就是說 比如說 你假設 你希望拿它來練習 比如說你們待會可以試著做做看 那裡面的話 你們可以按照什麼類別 你會發現從那個開放資料裡面 全部資料集 往下捲動 它有分成什麼 中央機關 地方機關 然後還有什麼 常用主題 然後還有什麼 服務分類 其中的話有個投資理財 如果你們對金融有興趣的話 投資理財其實裡面有蠻多可以拿來用的 然後還有什麼 最下面有個檔案類型 檔案格式 那這個檔案格式的話 因為 最常被用到的 基本上 應該是前三個 第一個是CSV 你會發現 在政府的開放平台裡面 第一名的話是CSV 總共有38,790種資料 也就是說 它開放出來可以給你用的 那CSV好處就是說 如果你要結合Python 或者是說直接利用 Excel讀取 都沒有問題 那第二個的話 第二個最多的就是 Jerson 這個也是我們在 後面會講到 因為其實很多時候在 互相交換資料的時候 會用到第二種格式 第一種格式比較簡單 因為第一種格式 其實就中間加鬥點 尾巴就換行 所以其實就等同我們前面練習 那個Member 那個.tst 只是說 你把它改成.csv 只是副檔名不一樣 其實內容都一模一樣的 OK 那Jerson就不一樣 哇 Jerson就很麻煩了 因為Jerson 你可以把它視為一個物件 讀進來之後 你要解析它 而且每一個Jerson長的都不一樣 OK 所以是最麻煩的 所以有時候 有時候看到Jerson頭都暈了 為什麼 因為每次來的東西 它怎麼包的結構 會因為它 這個裡面的資料形態不同 它會有不同的一個架構 第三個是什麼 XML 應該各位都有聽過這個格式吧 這個有點像一棵樹 它底下長出去就是一個它的枝葉 OK 那你要去解析這三個的話 等於是後面我們要講的重點 當然 這幾個我們可以 比如說 我們先舉個例子 你說那個 假設 我常 你們可以自己找是有興趣的 如果你實在是不知道找什麼 比如說我找個竊盜 比如說常 治安 治安大家都 都關心嘛 所以你如果 關鍵是打竊盜 然後你會發現 這邊就會出現什麼 就是 竊盜案件的一些相關的統計資料 有台北市的啦 有桃園的啦 其實 第二頁我看一下 第二頁還有台中台南等等的 其中的話呢 比如說 因為前面我都練習那個什麼 練習台北市的 我們來看一下台中的 台中市 要不要比台北還要好 還是比較差 不知道 所以你們可以看一下 假設竊盜第二頁的地方 他這邊有個台中市的竊盜 這邊就跟你講說 我這個資料 有提供給你這三種格式 那你要看 你要哪一種格式都可以 所以其實我們三個都可以練習 那怎麼練習 首先的話請各位 先點選它 然後呢 它打開來之後呢 裡面就有有沒有一個清單 列一個表 其中有 傑森 有 XML 有 CSV 不過我跟各位講 你們練習的話 你們先練習用那個CSV好了 比如說我們今天 針對這個 這個範例好了 假如說 我們要再延伸做一個練習 什麼練習呢 請你把 找到的這個資料 比如這個台中市的 CSV的部分有沒有 點選 這邊有個箭頭 點下去之後 它就下載了 那下載的這個CSV檔 OK 有沒有 下面就有個 106 我住宅切到點CSV有沒有 那旁邊有個檢視資料 你可以看到呢 它會跟你講說 我這個CSV的編碼格式是UTF8 有沒有 它跟你講 然後欄位總共有幾個 123 有四個欄位 所以其實 你要切割 那它的檔案位置 特別是這個有個下載位置 意思就是說 將來你可以用爬蟲的方式 你不用下載 因為現在我們 當然還沒講到爬蟲 所以我們先下載 那如果下載 我希望呢 待會請各位練習 把下載的這個檔案 直接寫到資料庫裡面去 然後做一些查詢的動作 OK 試試看 那這個阿力巴怎麼做 首先當然第一個 你們找到這個 所以我跟各位講一下 你找那個關鍵字 找那個什麼 開放資料 然後我是在這邊 打那個竊道 竊道我這邊是 輸入是按搜尋嘛 那我是找台中的 然後如果你不想用台中 你可以用台北 沒關係 反正就是一個DATA而已 我們練習的DATA OK 然後呢 你就找到CSV的 先不要 當然如果你們有時間的話 你也可以下載那個Json 你可以下載XML 看一下 裡面的長相 長的是什麼 瞭解一下差異 那首先第一個 我們要先把這個打開一下 我們先打開這個CSV 點兩下 理論上它會 先幫我用ECL打開 不過理論上應該是RAM 這很正常的 為什麼 因為它UT8 所以如果你不想要 ECL打開是RAM的話 最簡單的方法 按右鍵 有個編輯嘛 或者是用記事本開就可以 我前面講過了 你可以另存新檔的時候 把編碼方式改成ANSI 然後再做存檔 再用ECL開的話 基本上就不會是亂碼 所以我把它重新存成ANSI 再用ECL開的話 這個其實還蠻常遇到的 但是我們練習的話 我們就不改 我們一樣 就是一樣是UT8來開 所以請各位試試看 幫我把台中住宅切到106年資料 寫到資料庫看看 那怎麼寫 所以第一個 四個欄位 其實寫入的話就不難了 反正剛剛五個欄位 就扣掉一個就好了 第二個的話就分析什麼 這個資料 到底裡面呢 它 這個資料到底是放什麼資料 第一個是編號 那你用Integer 第二個的話 是它的案類 這個好像都一樣 然後第三個是發生的時間 這個發生的時間有點怪 它這個格式 它不是標準的 它是民國年 而且中間沒有斜線 然後後面又加上10千 這個有一點是自己編出來的一個格式 所以你就不能用Date Time 如果你放Date Time 會有問題 所以這個發生時間 恐怕比較適合的形態就用Text 用文字 如果說你將來要把日期跟時間分開 你可能要自己用程式的方式把它切割 搞中間線 要不然就是說 你可以自己再多一個欄位 一個是日期一個時間 自己再先把它解析之後 寫進去的時候就把它分多一個欄位 就是一個是日期一個時間 當然如果你假設 你現在懶得去處理這個部分的動作的話 沒關係 你就先把它放在文字裡面 OK 不過像我的習慣是會分開的 就是等於是寫的時候就多一個欄位 一個是日期一個是時間 那這樣好處就是說 將來我要做資料的統計分析 我就多一個欄位了 我就不用再另外產生了 OK 那再來的話就是發生地點 它是一個地址 不過地址的話有一個缺點 就是地點它一樣是地址 但是我想要知道 比如說到底哪一區 切割件最多 理論上應該多一個欄位 叫做區 可是區的話就是在地址裡面 所以你變成怎麼樣 你可能要 假設你將來要做這個統計分析 那你就是要先增加一個欄位 叫做區 那另外的話 一般還會統計哪一條路 所以你可能路或者街 然後你就是再多一個路或街 或可能有什麼叫 有沒有什麼道 現在好像叫什麼 台灣大... 那一條最後一塞車那個 中港路 以前叫中港路 現在叫台灣大道 對啊 就是要什麼道 所以路接道 如果你要統計 到底哪一個路 哪一個街 哪一個道 這個切割件最多的話 那當然你還是要增加一個欄位 所以這個欄位有點像是 將來你要做報表的時候 的一個基本依據 如果沒有這個欄位的話 那你要做統計分析 那就很麻煩了 OK 所以請各位試試看 當然我們練習的話 先不要那麼複雜 我們就是先把這四個欄位 塞到資料庫裡面做練習看看 OK 然後試著再把資料查出來 試一下